花园县不动产仲介经济商同业工会 每年都会办理响应捐血的活动 而在23号一早 是在花园市立一窝园前广场热闹的展开 捐血车一早就来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来捐血 捐血潜力行性的鲜良血压以及基本的咨询 让前来捐血的民众能够安心 场面是相当的踊跃 花园县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业工会 每年都会选择8月份办理公益活动 一早适逢星期假日 所以就选择这一天 理事长如其秀表示 工会的同仁们一早就来到这里准备 和捐血中心响应捐血活动 前来捐血的相信可以说是相当踊跃 因为我们中华民众中间全国联合会 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取知移民用知移民 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在每年的8月20号 因为我们防众的公益日 那我们响应的这个捐血一带 救人移民的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我们今年已经举办了 是到了第六个年头 那从第一年的全国三千多代 到了去年的一万三千多代 到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年一年的捐血代数 捐血的代数是越来越多 那我们会希望更多的民众 能够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活动 捐血一带 救人移民 华联中介公会 邀请您做公益 耶 华严县不动产中介经济 商业统一公会 一天在华临市幼儿园前广场热闹展开 捐血库一早就来 也吸引很多民众前来捐血 各式样的米和民生用品 让前来捐血朋友们 再坚持热心热血治愈也感受到他们的贴心 用心 记得终于欢迎视频道